第一次见到辉芳师兄的时候 我觉得从他眼神透露 其实他 他其实很聪明 很灵活的一个人 他必须要动得快 所以我觉得他的眼神里面 隐藏了很多的他的实力 他的潜力在里面 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 虽然公务在忙 对 可是他的心都在家 我们在家 也是尽量地以家庭的事情为主 因为他少回来 要给他的就是温情和温暖 刚刚我在那边稍微跟那个 昌宪 昌宪聊了一下 我想他父亲在 他的父亲在他们三个孩子眼中 其实应该是就是很严肃 然后其实有点凶凶的 严格的 我觉得是会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 会变得比较 自己会变得更自爱 更自重 我看到我父母亲这样的去照顾我的阿公 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那种身教 所以在我父母亲的身上我看到是一种身教 不管在忙在内他们一定回来 不管在忙在内有多大的困难挫折 回到家一定是跟阿公混好啊 去一起来聊一聊 甚至协助长辈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也后来我们三个兄弟也是非常合作 有任何家里面的问题我们就分工合作 对对对对